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长谢国良及内政部长林又昌 议长佟梓威等人同台剪彩 期盼未来新地标能促进观光 3 2 1剪彩 拿起剪刀一同剪彩 金融市长谢国良与内政部长林又昌共同主持剪彩 向外界宣布金融塔真实开幕 谢谢过去这个林前市长把这个金融塔盖好 那我们来把它完工 然后把它做顺利的招商出去 我觉得远见人文空间加空出未来会是金融的另外一个新的亮点 只不过金融未来亮点很多 我们每个月都会推陈初心 有很多新的安排跟推出很多新的地点 为什么要用远见来作为我们的品牌 因为我到那上面一看 那上面的空间 其实等一下各位就会看到没有想象那么大 但我们如何能够变成真正变成亮点 就是要让世界海内外有名的人来到金融 那来了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目的嘛 他们不可能只是纯观光 所以让他们来做新书的发表 然后也让这些名人来认识金融 所以让世界看见金融 让金融也可以看到世界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其实是经过很大胆的一个创意的发想 第二个是经过很缜密的专业的规划跟设计 最后下定决心来全力支持 那这个其实也有中央的一个经费 因为这个费用 整个三二层串人计划 大概花了七亿多的一个经费 中央补助了非常多 所以当初蔡英文总统来基隆的时候 特别跟她报告这个案子 也希望中央能够全力支持 那在去年我卸任之前 很开心的带大家一起来开箱 那大家看到这个树梯都觉得非常的惊艳 那经过一年的时间 现在终于能够正式的来启用 我想这个大家期待已久 前后任市长共同期许金融塔 成为观光新地标 金融塔举行的开幕 一早就吸引民众前来目睹风采 虽然天空不作美 带民众一坡接着一坡 搭乘电梯来到顶楼俯瞰中港 景好漂亮 漂亮 要不要再来一次 好天气再来 对对好天气再来 观景很漂亮啊 看到什么 看到这个 还有这个基隆塔很赞 因为是我父母上礼拜有来过 说还不错 对然后我就想说 趁现在应该人比较少一点就先过来 而且今天下雨 所以人会比较少 新景点带来人潮就会带来流量 带来流量我们布鲁克一定会抢天来报导 那其实我已经看到很多布鲁克已经在 事前市应运的时候已经特别来体验 特别来再做一个记录 就是可以带动其他就是旁边的一些店家 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基隆这个地方来玩 基隆塔我觉得起来之后对我们整个一二路啊 跟他这附近的商学都很有帮助 是因为像前半年生意都比较惨 那个这个塔一上来最近的那个客流量啊 人潮都变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隆塔对于附近的这些观光啊 都很有帮助 基隆塔四楼空间 文化局打造人文空间 希望成为金融重要的阅读人文中心 日后将邀请不同领域的知名作家举办阅读讲座 并进一步的和在地的书店和图书馆串联 是未来这些世界海内外的名人 在做新书发表的时候 希望他们也能选择基隆塔 在这个有高度的地方 让基隆也可以看到这些名人 但是主要是让这些世界上海内外的名人 可以看到基隆有一个这么美的地方 而且在一个很有视野的地方 去做新书发表 所以我觉得远见这个品牌 跟所谓基隆塔 这个概念能够这样的结合 我觉得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组合 我想它也是一个台湾的新地标 就有点像伦敦演的概念 我想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地标 它就不足以代表一个这个城市建设 我想这个新建设带来的 不只是可以串联山海城的一个空间跟感觉以外 还可以带动我们周边的商圈 那未来就是我们有很多书 我们希望都能够在这里发表 然后让基隆人跟全台湾一样都能同步 尤其这里是基隆的头 我们要让基隆最早接收到人文的熏陶 这里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为基隆人做的事情 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区呢 都是以科学还有AI这一块新书 因为我们天下文化最 等于是在台湾在财经书在科学书 以及在立志还有社文书人文社会科学 算是领先的品牌 所以我们这里的布展很多都是我们这两三年最新的新书 结合基隆的文化历史 让在地民众觉得基隆塔富有教育娱乐功能 日前市营运期间吸引了七万人次前来参观 基隆塔正式开幕 未来势必成为北台湾最新的观光亮点 记者黄少民 陈淑平 黄日生采访报导 再带你来看市长谢国良宣布评选出远见人文空间 进驻基隆塔 未来期盼作家们发表新书时 可以在远见人文空间 这个有高度的地点发表自己的观点 为基隆市民打造一处丰富人文阅读场所 搭电梯直上约20层楼高 就来到文化局与远见杂志 攜手合作打造的基隆塔远见人文空间 这座空中人文书店 趣味独特 居高临下 让人沉浸在山海城当中 带给民众很不一样的感受 但是感觉还不错啦 基隆南的有这么好的一个景点 以前都没有在这边玩过 然后现在你在拍照 这种空间你觉得不好 可以啊 你看外面很漂亮 副市长邱佩玲马上成为书店的消费者 用行动来支持 希望这边生意更好啊 看看可爱啊 都是动物的啊 很可爱 很疗愈看起来 很舒服 而且副市长是不是帮我们讲一下说 来这边的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呼吁大家以后多来 好 其实在上海的 在台北的我常去 那我觉得台北就是一个 很好大家聊天的空间 能够把这么好的一个远见 移到基隆 我觉得是很感动的 那刚才高教授也说了 远见其实是应该动词 让我们大家更有远见 我觉得在这么好的地点 有这么好的一个读书跟买书的环境 是基隆人所需要的 开幕现场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跟许多议员和贵宾 共同来开箱这个人文空间 大家对于这里的景观跟设计巧思 觉得很惊艳 这里除了陈列一些具有国际视野 及在地人文选书 让民众阅读之外 也会邀请不同领域知名作家 举办阅读讲座 这个非常谢谢 这个谢市长的邀请 是我们在台北的人文空间 有机会到基隆来 那么市长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爱阅读的人 这么多年在美国念书 工作等等 永远没有忘记 读书在他那个年代都重要 任何年代都重要 我自己一辈子是读书 教书 写书 而且也出版书 那么任何人说 今天我在基隆 会不会好像偏僻一点 不是在台北市 No not at all 你现在在基隆 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比大多是欠缺的 因为书在任何地方 你都可以看到 尤其现在这么样的方便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 好的空间之后 可以邀请到那些作者 亲自到这儿来跟大家见面 然后大家透过 大家彼此见面 讨论 聚会 把基隆变得更有人文的食材 而且这环境是那么的好 居高临下 又看到海 又看到建筑 基隆人非常非常幸福 我们谢谢高教授 创办人 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人文空间的合作 能够大家共同的来邀请 我们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邀请 更多这些远见 国内外都是最著名的作者 可以到基隆来 做签书会 做新书发表会 让他们也认识基隆 但是让透过他们 也让世界可以多跟基隆有个联结 好 谢谢 市长对于这边的空间设计 您看了之后感觉 我觉得很明亮 那跟空书又有不同的对比 那这边的确就是一个 很好的阅读空间 非常棒 另外市长谢国良也参观 位在基隆塔最上层的空书屋 这里融合了文化餐饮 结合书香 茶香与美食 也成为基隆塔的另一处 精彩的文化空间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仁爱区爱一路 移动屋林六十多年的老公寓 突然发生坍塌的意外 市府督发处到场勘验 认为有立即的危险 要求拆除 市长谢国良指出 近期市府将会成立专案会议 针对造成公共安全的建筑物 进行盘点 保障民众的安全 爱一路上的老宅 二楼突然坍塌 从正面一看 铁皮被挤压变形 原本停放在七楼下机车 全都被水泥块压住 再从侧面一看 生锈的钢筋插出墙外 水泥落实大面积崩塌 坍塌的巨响 吓坏不少附近居民 十五号中午 就在基隆爱一路 这栋建筑物突然坍塌 原本是制兵厂 已经至少六十年历史 现场还看得到 屋主贴出代售招牌 希望有缘人接手 但迟迟没有人接手 没想到就发生意外 我们现场看 它基本上 看起来它塌陷的部分 钢筋全部都锈石 那现况看到这些 应该都是因为雨水 然后导致钢筋锈石 然后原本的那个 钢筋无法承受 楼板的载重 然后就导致二楼板塌陷 我们初步看是民国四十六年 那以前它是一个制兵厂 对是一个制兵厂 对对对 现在应该就是没有人在使用了 现在就是担心这个 有这个疑虑 所以我们要求它马上限期来做拆除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祭司都待命了 等一下跟建屋所有权人这个 跟它说明清楚以后 我们就会开始来进行拆除的作业 那相关周边的这些道路啊等等的防护 我们会要求在拆除期间把它做好 就担心坍塌当下有民众经过被压在里面 消防局特收队紧急出动空拍机和生命探测器 确定没有人受困 我们发现那个机车有被压住 那我们地线人先看收救人命 看有没有人受到压伤 结果收救之后 未发现有人人受困 在这个搞开个现场里面 那我们还有跟警察一起共同拉风锁线 避免如果造成那些在机车搞开的时候扩开 透过空拍机一深入 就发现里面已经残破不堪 政府也紧急联系屋主到场 要处理后续拆除事宜 因为依照建筑法的部分呢 它这个已经有影响公共安全了 所以我们这个也既是也鉴定它是围楼 所以我们现在立即启动相关的防护 然后开始执行相关的拆除作业 那现在这样子它影响到周围的影响到 事发之后市长谢国良也到场勘查 强调市府会更积极的盘点围楼老屋 做出立即的处置和规划 其实这样真的很危险 附近仍爱市场买菜 我前一阵就经过这里 所以我觉得机轮市现在有蛮多建物 大家都很习惯就放在那边然后几十年 然后也不去用它这样子 那不去使用 所以空间当然是一种浪费 可是最主要是你不使用 你不会去想要维护 就会造成安全的疑虑 所以孝坤我们趁这个机会 是不是盘点一下 然后也鼓励民众把周遭的一些危险建筑 或者是废弃 疑似是危险建筑这样子的一个周围 这样的状态 来把它提报出来 然后我们趁这个机会盘点 如果真的附近都有人住 我们就去鉴定它 那假如鉴定 确定是危险建筑 那未来我们就拆 那明年的拆除增加经费 我们可以来增加 仍爱市中心老旧大楼发生了坍塌以外 议长同志委议员张芳立 和民进党立委参讯人郑文廷 都到场关心 针对回楼老屋提出了建言 这个围楼已经长期在闲置很久 那刚刚忽然间碰一声非常大声 我们附近的居民大家都跑出来 包含我跟张前议长都在附近嘛 那现在立即请一分局消防局跟督发处 赶快来做一些相关的权责措施 那督发处已经联络屋主 还有相关单位赶快来做这个 祭司要来做鉴定 那希望可以限期拆除赶快改善 因为附近居民非常担忧 大家都看得到 这种屋龄是人家是很难啦 而且它又附近又是一个闹区 所以它今天发生这种事情 真的要好好来处理 不然的话周遭的一些安全问题 会影响到很多的住家 西融的老屋 30年以上的老屋比例已经很高了 那50年以上的老屋呢 比例我印象中是在这一个全国之冠 那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基融市 一直在谈都更这一件事情 尤其是围绕都更这一件事 30年以上的房子更需要来进行 那市政府如果可以尽快的来进行 所谓的这个普查的话 把这一些资料全部整理出来 协助民众提早加速他们进行围绕都更 我想不仅对市融的改变有所帮助 同时呢也会对整个城市的安全有所帮助 发生坍塌的意外就在爱一路 算是主要的干道之一 现场拉起了封锁线 提醒用路人得要提早改道 记者黄绍明就有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针对基隆市民最为关切的 基隆捷运推动进度 立委蔡世英特别邀请国家发展委员会 及交通部铁道局到立法院进行说明 最快12月底完成基隆一阶纵规案的核定 然后交由新北市政府进行细部设计 立法人蔡世英在立法院听取国家发展委员会 主秘张超人及交通部铁道局代表说明基隆捷运进度 蔡世英表示 12月14号国发会已经针对基隆捷运案开会讨论 原则同意基隆捷运第一阶段的综合规划 将请交通部在一周内完成修正 再报行政院核定 最快可以在12月底核定 综合规划完成后的系部设计 则由新北市政府主则 大约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2月14号国发会已经正式开会讨论基隆捷运的案子 原则同意 但是有请交通部在做后续资料的补充 一个礼拜之内补充 那我还是会继续来租出这个案子 希望在月底前能够正式的公告 同意我们的综合规划 那未来综合规划通过之后 按照现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交由新北市政府来做后续的 初步规划跟西部设计 那我们也期待新北市政府 能够把这条基隆捷运的 后续的将冠的整体规划工作 继续来完成 另外基隆捷运第二阶段规划 依规定由基隆市政府提可行性评估 和整体入网规划 完成后再交由交通部审查 蔡世英表示相关预算已经要求交通部协助 依据县市政府的财力等级 交通部将可以补助84%的预算 蔡世英也呼吁基隆市政府加速进行 缩短所需时程 市民非常关心二阶段 巴堵到基隆的状况 那世英也特别在跟铁道局请托 请铁道局尽速来协助基隆市政府 那铁道局刚才也跟世英回复过 只要基隆市政府愿意尽速的 把整体入网以及基隆捷运二阶段的 相关的申请书送到交通部铁道局的话 交通部铁道局会尽速来审核来协助 那我期待基隆市政府能够在这个部分 竞速的加速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 对于基隆市民享受到相关的权益 就要再等一阵子 依照目前规划 基隆捷运总经费697亿元 基隆市政府负担47亿元 新北市政府负担71亿元 台北市政府则负担57亿元 中央负担522亿元 如果一切顺利 基隆捷运第一阶段最快2034年 可以晚工通车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道 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我不是郑二代 不是富二代 我投入选举不是为了家族利益 而是为了基隆发展 信赖台湾 基隆启航 2024立委 很请支持郑文婷 主要tayver 姐妹家的一个人来下离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打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真不好吧 請湯喔 部主聘用外籍移工 需向政府申請核准 非法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 將處於15至75萬發還 我什麼都沒說喔 憑估外籍配偶工作前 應核對外籍配偶外僑居留證 及一親戶籍資料證本 歡迎回到中佳新聞現場 地內國小圖書館耗資300萬元 整件完成12月15號正式啟用 開卷有意 大家一起打開書本造型的夜燈 高喊開卷有意 也象徵地內國小嶄新的圖書館 正式落成啟用 參加活動的地內國小學生 或是坐著或是躺著看書 輕鬆享受遨游疏海知識的樂趣 更用表演來慶祝心中的喜悅 愛幸福是什麼 幸福就像是一首歌 幸福快樂 美香的老是愛 噓 阿甲哥哥我 米阿拉肚那邊 歷經疫情影響暖暖區地內國小圖書館 在市政府學校以及傑出校友 市議員李敏勳大力支持下 總共耗資300萬元整件完成 並且在12月15號正式落成啟用 校長黃正坤以及家長會長任秋傑 滿滿的感激 包括市長謝國良秘書張漢哲 議長同志委秘書楊文和 以及教育處代理處長楊貴傑 和市議員林敏勳 陳冠宇 連恩典秘書黃柏源 以及多位校長等各界貴賓 一起參加 見證新圖書館對於地內國小學生們 開卷有益的一刻 市長很重視閱讀聲音跟這樣的教育 那這個設備是必要的 我們有很棒的師資 我們有很棒的讀書館設備 因為我們這個 我聽說今年好像教育處有提供 三十萬的經費 來挹注我們學校的部分的藏書 這個永遠不嫌多 明年再繼續好不好 謝謝 我是地內國小的校友 有時候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跑去 那我們小時候沒有這麼好的一個 圖書的一個空間 那有興擔任一人的時候 那我們就希望說可以把我們這個圖書館 把它來做好 所以我大概約過在兩年半以之前 那時候我就開始著手規劃 那時候我的預算就投入了 那這個預算大概 總共大概200 後來追加到250 最後追加到總共的預算大概300萬左右 那因為期間遇到了這個疫情的影響 然後缺光缺量的部分 那還有我們最重要的耐症補強 那時候原本這個 教育耐症的結構也有問題 後來的耐症補強把它做完之後 那一路以來 總算在今天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12月15號 民國112點12月15號 我們可以來做這個整個 幸福圖書館的這個落成啟用的典禮 其實我最常的感受是 不結束我們那個自製式的路角 我想特別想問啦 為什麼 我想要知道使用者的心理等等 因為很多使用者覺得 哪裡不足 就是我們這些議員 工作的時候 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我們要移住支援下面 我們實際使用的人 因為我們 畢竟都是以 有的是以家長的角度 用師長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小孩 但是不一定知道說 我們的小孩 是我們要給他的 但是也希望他們可以給我們 雖然閱讀這件事 會隨著手機補給 越來越不被重視 因為大家可能會喜歡看手機 可是我們都知道 閱讀是最能夠讓人 我們請下心來練習專注 最好最好的練習 專注就是從 畢業讀開始 好最後真的祝福大家 然後也希望是說 地內國小會越來越好 我們共同跟 跟西政府的教育部 還有黃校長準備 還有歷任的會長 一起來努力 由於在整件地內國小圖書館 這項三百萬元工程中 都是市議員李敏勳爭取的經費 因此校長黃正坤特別稱呼 李敏勳是幕後推手 也將李敏勳的大名 寫在這項工程的原油紀錄裡面 感謝他對母校 以及學弟學妹們的貢獻 公正學院的學長李敏妍 我跟你講他機會就丟回學校 什麼都不管 但是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回饋 我在那個路口那邊有一個 欸我們整個修建 到底怎麼發想 然後我們空間規劃 拿幾個部分 空間的運用 最後再一個後繼 台北學學長李敏妃 最後做誰還沒 我們在地內國小的時候 用的那個圖書館 就是之前那個圖書館 一直都沒有訂 終於今年開始 我們地內國小的學弟妹們 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到這麼新的圖書館 真的很幸福 再見 有意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為了肯定長照服務人員的 服務績效與工作辛勞 基隆市政府在基隆彭源會館 舉辦112年長照服務 基隆人員的表揚活動 邀請副市長邱佩玲親自頒獎 感謝服務人員 對長照的用心投入 長照服務基隆人員一一上台 由副市長邱佩玲親自頒獎表揚 由市政府社會處舉辦的長照服務基隆人員表揚活動 今年共有20位來自於公司力長照單位的服務人員獲獎 獲獎者的同事和家屬熱情的上台獻花 氣氛溫馨熱鬧 那剛才在現場頒獎的時候 我覺得感受到他們的熱心 然後每個人都告訴我他們心甘情願 這是很不容易的 沒有一個人臉上有絲毫不耐反 或是覺得壓力很大 都告訴他們做得很愉快 更高興的是所有的家屬 或是他們的機構陪頭而來的 每個人都是興高采烈的替他們恭喜 表示基隆的每一個人都很重視這一塊 我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參與 讓我們的社會福利做得更完整 班長現場貴賓雲集 包括市議員許瑞慈、張耿輝、郭美秀、陳冠宇 和議長秘書楊文和 以及社會處長楊玉欣 跟衛生局局長張賢鎮 都到場一起恭喜得獎者 深深感謝這群長照人員 用滿滿的愛心來服務在地長輩 一個服務要讓別人感覺到有尊嚴 這完完全全掌握在這個照顧手 照顧者的手上 當我們現在都是正常健康的人的時候 你可以想你要把褲子脫下來 有人幫你擦屁股 你要刺身裸體的坐在這裡 有人幫你洗澡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命情境 而各位在座的每一位照顧服務員 從這樣一個艱難的生命情境裡面 你們陪伴他們幫助他們 度過一天又一天 幫助一個生命幫助一個家庭 所以我在這裡呢 要代表所有的這些失能的病人病家 來感謝每一位照顧服務員 我們是不是給現場每一位照顧服務員 熱烈的掌聲好嗎 好 今天也有A個管師在這裡 然後到開始接受一些服務 這些可能是在家裡面的居家室服務的 包括照顧服員 包括社區的照顧服員 甚至今天我們也有送餐的志工 也有在我們今天表揚的極佑的同仁 那另外有一些人會在私自據點 所以我們今天也有私自據點的那個照顧員 然後另外也有在社區據點的護理師 特別講這麼多不同的面向 其實是要跟大家表達說 我們知道我們的市民朋友長輩 在很多不同的場域 被在座的各位照顧著 不管你在哪一個階段 關心到照顧到這些長輩 您都很重要 不管是從醫院到那個社區 都能夠做到很棒的一個照顧 我想這個不是其他單位 能夠勤力的一個互動之外 我想沒有你們 基隆就沒有這個愛 我想在這邊還是簡單的 跟各位所有今天得獎 表揚的這些夥伴們 代表議長 感謝你們所有愛的付出 基隆市已達超高齡社會 將有越來越多人需要使用長照服務 市政府將持續規劃辦理相關的在職課程 讓本市的長照人員能夠就地受訓 就近服務在地長輩 也將號召更多的優質人力 投入長照的服務產業 記者 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但你的節電等級卻只有五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8分滿 濾網定期兩週輕 冷氣設定26至28度 晚轉時間 計畫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 隨手關燈